哈囉我是陳寧官 拜託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頻道 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喔 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大家好我是寧官 歡迎我們忠實觀眾跟粉絲跑掃描 QR Code訂閱年代向前看 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看昨天玉山科技論壇 張忠某董事長 這度強調 台積電的競爭力在跟流台灣 而美國半導體如果準備在地發展的話 很難成功 然而也因為 半導體的這個成功 使得台灣在國際政治的角力當中 更行的複雜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直接公開挺台灣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 而與此同時 美軍這個協助國軍 這裡頭陸續還有國際媒體的追蹤 包含商業內幕 直接追蹤的是綠扁帽部隊 在台訓練跟密訓的相關的資料跟新聞 而同一時間CNN事實上模擬了一個情境 CNN說如果中國拿下台灣的外島的話 美國剩下的選擇並不多 美中關係如此複雜的同時 整個國內政情事實上也有變化 這一次國民黨準備1218場的宣傳要拼四大公投 然後今天蔡英文總統下午直接站到第一線 那直球對決 好這一場對決當然是動員藍綠的基本票 同時也是 是蔡英文跟蘇貞昌的信任投票站 事實上外界觀察四大公投 還有可能是蘇貞昌的隔魁保衛站 那同時三接這個議題在桃園三國大戰 牽動的是三個想要問頂2024大位的政治人物 國內政情如此複雜的同時 半導體事實上是搶搶棍 特別是整個全球的電動車的趨勢 帶動台灣下一個產業的發展 事實上蔡英文總昨天也有公開的談話 他說他看好未來產業三個趨勢 一個是ESG 一個是元宇宙 還有一個是電動車 這背後會帶來什麼樣的政治軍事經濟的變化 我們待會好好聊聊 今天現場要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是黃鵬笑大哥 大家好 再來是台北市議員鍾小平 大家好 再來是尚義夫 大家好 再來是陳正嘉王兆麗 大家好 再來是文傑 大家好 再來是黃創夏 大家好 昨天美國國務院布林肯 直接公開挺台灣參與聯合國 那這樣挺台 固然是圍堵中國的其中一個戰略 另外一個核心利益是 全球電子供應鏈跟半導體的供應鏈的利益 創下剛剛看到的是張宗謀90歲高齡 兩年前他在玉山科技論壇 他直接說台積電一定是地緣政治的兵家必爭之地 他昨天晚上再度強調台積電的成功主要是競爭力 地緣政治的一個核心 而且更重要的是台積電的根就在台灣 短期之間雖然美國做了很多動作 但是美國要快速的重建半導體產業 是不可能成功的 第一個原因是過去美國錯失這個機會 它曾經是半導體佔有了42%的市場 現在淪落到17% 但是現在美國沒有完整的供應鏈 美國的成本太貴 所以美國現在花了這麼多力氣 雖然英特爾在爭 但是沒有機會 美國的動作對亞洲 對全世界半導體都有壓力 但是台灣的競爭力還是非常的強 尤其是營運在台灣 根牛在台灣 台灣的重要性絕對有這個重要性 就因為台灣太重要了 所以布林肯又特別的用他的長文聲明 還有推特裡面支持台灣參與聯合國的運動 布林肯他這長篇聲文完畢之後 還特別用推特立刻推出來 他講得很清楚 台灣應該有意義的參與聯合國體系 尤其是當我們面臨到空前的威脅 所以挺台灣也是為了要抗衡中國 在關他講的 美國是眾多將台灣視為重要夥伴 和值得信賴的聯合國會員之一 也就是說除了美國之外 他已經在呼群保益 其他的聯合國 你們其他會員國跟著美國一樣 要把支持台灣參與聯合國的體系 然後再過來他又講了 台灣有意義參加聯合國體系 不是一個政治問題 他是一個實務的問題 又比如說像過去的COVID-19 沒有台灣參加 這造成全世界這麼大的問題 叫的意思就是中共中南海 你閉嘴 美國就是要這樣子幹了 可是在這個情況 台灣這麼重要之下 當然習近平會被挺而走險 再拿下台灣又是另外一個壓力了 所以這個時候你會看到 CNN很特殊的在26號做出一個報道 若美國控制台灣的外島 若中國控制台灣的外島 美國只剩下幾個可行的選擇 他是引用的是美國安全中心 做了一個戰略推演 而這個推演裡面很可能是在2025年的時候 中國突然就是拿下一個外島 而最可能的外島 就是只有500個駐軍的東沙島 拿下東沙島之後 美國其實很難有確實可靠的因應對策 第一個用經濟制裁 裡面分析說不可能 曠日廢時 而且以中國的經濟體這麼的龐大 他不會在乎你這樣一個經濟制裁 第二個那就升高戰爭把它奪回 可是升高戰爭之後 你無法去預測 升高戰爭之後 他的威脅會不會繼續的戰爭升級 甚至到第三世界大戰 這個東西可是全世界都要評估的 而中國如果拿下東沙島的話 他就可以開始威脅台灣的很多的小島 對台灣產生極大的壓力 對我們的台積電 對我們的半導體 對世界都會產生極大的威脅 所以呢 這個CNAS 就是美國國家安全中心 CNAS特別建議 此時此刻 美國應該要跟台灣 日本還有周圍的相關國家 立刻要阻止 阻斷習近平想要拿下東沙島的任何企圖 所以呢 他們要即日起 協調出一個可靠 而且立即運行的機制 這個機制裡面要產生足夠的威懾 就是你習近平連拿都別想拿 不然拿下來之後 你就沒有辦法挽回了 就是個不可立反應 而且裡面還特別強調 任何一個劇本 任何一個版本 日本至關重要 也就是要特別建議台灣跟日本要建立更好的關係 今天的商務內幕 又出來講了 事實上 過去一整年 美國早就已經注意到 怎麼樣強化台灣的部隊 強化台灣的戰力 美國最精銳的三大特種部隊之一的 綠扁帽早就已經在台灣 密訓台灣特種部隊 達了一年左右 裡面包含了潛水 包含了爆破 包含了出席 也就是說 美國已經知道這個狀況 要讓台灣的防衛能力 作戰能力 能夠撐到美軍來救 所以綠扁帽在台灣 不是只有24個人 可能在一年來 來來去去不知道有多少人了 好 那我請教明杰 布林肯直接公開表態 挺台灣加入聯合國的同時 商業內幕 也曝光了美軍綠扁帽的部隊 在台灣的訓練 對 其實可以發現 這個美國的媒體 近期在這一個非常多 有關美台共同的訓練 特別是訓練上面 有非常多的琢磨 那過去川普政府任內 對台軍售硬體設施武器上面 當然提供給台灣非常多的協助 但是我們觀察 進入拜登政府 除了拜登總統公開 表示說對防衛台灣有承諾 這樣的一個戰略訊息之外 不過那是政治上的 實質上如何來協助台灣提升自我的防衛能力 近期其實曝光非常多 那我們先從這個台海 最新的情勢來談起 那昨天又有共機 總共有7架 有6型 那進入台灣的西南防空識別區 那這次比較特殊的是說 首度出現所謂的這個 5直10的攻擊直升機 還有米17的運輸直升機 那這一型直升機 5直10基本上來講 這個外觀看起來 大家先前就說 它是山寨版的 這個阿帕契直升機 那為什麼 共機擾台從這個空中的戰機 高速機或運巴慢速機 開始也開始動用所謂的直升機 那我們觀察就是說 過去來講 基本上 解放軍的陸軍 他其實也希望組成所謂的空中突擊旅 基本上他希望透過 從空中來 不只是海上的 你看到這個搭乘兩棲突擊艦也好 或者各式的兩棲載具 從海上渡海要躲台 那另外他也希望從空中 那不只是高空滲透 像用運20 那低空來講 就是動用這種5直10 或者是包含像 這次米17或運8運9 這個直8直9這種直升機 那這一次非常罕見的是說 它5直10出海的一個距離 基本上 位於台灣跟東沙之間的 這樣的一個範圍 那剛剛談到東沙 其實這一次的確非常特殊是說 這個新美國安全 這個研究中心 公佈了這一個兵推 那講說 如果中國武力犯來 特別還點名說 如果我是先拿取東沙的話 的確對台美之間 會有一個政治上的困局 因為對美國來講 要救或不救 那如何救 都有非常多的一個可能 必須要政治跟軍事全盤的考量 那剛剛談到說 用經濟自上太慢 那如果進一步也出兵的話 可能會導致中美之間 雙方全面開戰的風險 而且這個解放軍的確 在這個地方有地理上的優勢 那我們過去也談到說 東沙問題本來就不是軍事問題 是政治問題 因為它如果要拿東沙 政治代價 也是同樣被對北京來講 也形同捅了一個馬蜂窝 可能有非常多的一個代價 是很難以評估的 所以它要不要動手是一回事 但是真的動手 軍事上來講 基本上這一個新安全研究中心 新美國安全研究中心 整個兵推 我相信這裡面這次參與的 非常有可能有台灣推育的高階將領 那最後提出了一項非常重要 就是說叫做這個 就是必須台美之間要共同研寧出一型 這個叫毒蛙戰略 毒蛙戰略其實跟台灣的毒蛇戰略很像 意思就是說不要讓解放軍真的動手來拿東沙 而是要全面性的克阻它 警告它 讓它不會做這個動作 那如何做到呢 其實中間也很重要 就是講到說 這個台美之間 其實不要等到事情發生 現在大家認為說 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 那必須現在就立刻來著手 共同來引領一項共同的防衛計畫 那同樣同時也是強調說 台美要共同來這個聯合防禦 那很重要的是說 為什麼日本也在這個兵推裡面 扮演重要角色 因為特別是 如果今天美軍要協助台灣 來這個拿回東沙的話 它的一個兵力 基本上非常有可能 就是從日本的這個駐日的這個沖繩基地 那不管是空中的或海上的戰力 都要從這裡開這個出發來遲緣 所以日本的一個態度也要非常明確 必須把這個日本也要納入相關的考量 所以這樣的一個 可能對台灣外離島的威脅 的確我們看到 美國也開始看這個關心 然後真的 可能著手要開始去延寧進一步 台美共同相關 不管是防禦計畫或訓練 那當然這又這個跟另外一項訊息 也非常有這個關係 就是說包含像先前華爾街日報講說 這個美國的綠扁帽部隊已經來台密訓 長住超過一年的時間 那綠扁帽部隊為什麼要來台 當然我們先前講說時機公佈點上面 當然是主要是要這個對北京進行政治上的警告 但軍事上的意涵代表什麼 主要是美軍的這個綠扁帽部隊 是隸屬美國陸軍第一特種作戰旅 那下面有七隻旅 那還有第一特種作戰群 那特別是第一特種作戰營 那直接部署在沖繩 所以跟這一個台海的情勢 甚至我們剛剛談的東沙 其實都有非常大的關係 我們過去曾經這一個大國軍的C13洞 直接到這個太平島 同樣是屬於這個南海的這個外離島 那飛機降落之後一開後艙門 其實第一個你會發現 隨行有這個國軍的特戰部隊 基本上他馬上就全副武裝 直接下機 當時其實這個情勢是很緩和 但是你發現每一次到太平島 他們都在演練 可能透過這個特戰部隊 進行這個相關的一個資源的計畫 那這個動作其實回過你也可以看來 這個綠北帽部隊為什麼來台灣 因為綠北帽部隊它背後 其實有一項非常特殊的任務 也是為什麼美國過去 長期一直保密的重要的一個原因 因為它肩負的一個敵後滲透的一個 重大的一個使命 包含像它有一個這個訓練的這個範圍 叫做FID 就是說這個敵後內部的一個防禦 也就是說今天這些特戰部隊 它不屬於常規部隊 它不是只有防禦性的一個這個作戰 它基本上就是一個公式作戰 所以相對於過去 為什麼華府沒有這個不願意 這個出售給台灣所謂攻擊性武器 但是川普任內已經開了這個大門 那訓練上面 其實你看這個公式作戰的一個協助 也開始在提供給台灣進行訓練 等於說雙方台美之間會聯手 在必要的時候 可能如果今天已經掌握到解放軍 準備要對台動而情況之下 非常有可能就透過這些特戰部隊 直接滲透到敵後去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布林肯直接公開 挺台灣參與聯合國的同時 在台灣內部 另外一輪的藍綠的對決 事實上 這個未來兩個月就逼進而來 那國民黨現在下軍令 準備動起來 而且號稱要動1218場的演講 那蔡英文今天也下了軍令 她的軍令狀說 四大公投都不同意 放下剛剛看到的是蔡英文總統 站上第一線 那確實這一個1218的公投 可能直接藍綠對決 現在只剩51天 51天之後四大公投 12月18號就要投票了 在這個狀況之下 因為罷免那個林 陳柏惟成功之後 國民黨士氣大政 所以現在已經變成是藍綠對決 而藍綠對決現在是 主帥都要清爭了 所以英倫大戰又開始發動了 所以蔡英文親自在國民黨 民進黨發動實質中職會 第一場會議裡面 親自下達軍令站 全面開戰 她把這個訂掉這個公投式 阻礙了國際上的台灣走到國際上 阻礙了台灣的人運輾行 阻礙了台灣的民主生化 阻礙用公投式濫用全力 要全面的反制 所以四格不同意 台灣更有利 四格不同意 台灣不會亂下去 而這個全面開戰之下 所有的黨公職都要全面動員 而蔡英文 賴清德 蘇貞昌 還有鄭文燦 四大天王 在這個禮拜六第一場 他們就到桃園去 在桃園要發起這個 一百場全面的說明會 要跟國民黨全面的開戰 這個是整個蔡英文 就把它當成是一個政權保衛戰 內閣保衛戰 全面的開戰 而這個時候朱立人 也去立刻在蔡英文 講話之後也上火線 他直接的對嗆是說 四格不同意 台灣真沒力 所以他是說一定要過 而朱立人用的方法 是遍地開花 所以他要舉辦 因為是一二一八那一天 所以他要一二一八場的 地方宣講會 動員所有國民黨 想要參選縣市議員的人 你都開始遍地開花 到處辦這個街頭的宣講會 然後林維州去搭配著 一位秋鬥團體 他今年要開始 十一月之後 要從南到北 行腳 林維州跟著行腳 去串連各縣市 然後羅志強 因為他最近一直在練爬山 體力比較好 所以羅志強 要學當年的施明德 已經申請了凱盜49天 他要夜數49天 那我現在直接問你 你覺得國民黨動員的 出龐大的人數 然後凱盜夜數49天嗎 其實不容易 因為他們過去的時候 從那個319相見來 49小時可能容易 49天如果又濕又冷的話 很艱難吧 所以真的考驗國民黨 考驗羅志強 考驗羅志強最近在體能訓練上 是不是有能夠訓練出來嗎 然後當然另外一個情況 就是國民黨 有沒有其他人去接力 因為小貓兩三隻 當然就氣就落 然後另外一方面呢 不是整個民進黨 要下鄉去宣講嗎 蘇貞昌說他每場都要到嗎 所以那個部會首長都跟下去 所以國民黨還在立法院裡面 由費洪泰和陳玉珍 發動干擾戰術 他們不斷的提案 要求這些閣員 牽制行政院 然後這整個對撞下去的話 當然現在是一定是 絕對要正面對決 因為門檻只有25% 那門檻只有25% 目前能夠有投票 包含這一次是18歲以上 都可以投 那總共是1975萬人 所以你要過這個門檻 是只要494萬張 看起來很難 可是他們現在擔心的是什麼 因為上次選總統的時候 韓國瑜都可偷552萬票 所以如果現在是一個藍綠對決 光韓粉出來 這個門檻都會過了 所以韓粉如果都動員出來投票 事實上是可能直接四大公投 都過這個門檻 所以民進黨一定要壓制過去 要呼喊出蔡英文那個支持者 可是這個情況之下 當然攻守是異位的 那我跟你討論一個問題 你剛剛估了一個簡單數學說 韓粉的底盤500多萬張選票 這些都是討厭民進黨 或者討厭蔡英文的票 那蔡英文的票 大家都記得是817萬張選票 蔡英文今天走到火盛案第一線 你覺得動員的出多少票 蔡英文是817萬票 可是不要忘了 當時的民進黨只有481萬票 有336萬票是中間選民 是在那邊看戲的 所以蔡英文能不能感動這336萬 裡面的一些票員壓過552萬 如果有辦法 那當然蔡英文就過關 蘇貞昌也過關 如果沒有辦法或他們覺得說 這件事情他們不想捲入 因為它到底是個公投案 不是個選舉案 能不能動員到817 這麼高的投票率 那變成是民進黨極大的考驗 而面對這個考驗之下 民進黨現在又面臨了一件事情 那現在有公投案 然後28號中選會公布了 陳柏惟被罷免的定案之後 三個月內要補選 然後11月18號 就是鍾小平他們送出去的連署書 如果過的話 林常佐20天到60天內要補選 要有一個罷免 所以可能三合一 可能公投跟中二補選 跟罷免林常佐三合一一起投票 一起投票之外 就把所有的東西 變成是藍綠總對決 如果這樣子的話 也節省社會成本 可是這裡面的壓力就更大了 這壓力更大 首當其衝的就是台中的嚴家了 因為台中嚴家就是 如果他發動到藍綠總對決的時候 這一次雖然成功的罷免了陳柏惟 可是他們只領先了4466票 而這4666票裡面開出來了 在烏日是輸的 在殺戮他們的大本儀開得不好看 在國民黨居多的物風 開得也不好看 所以嚴清標 要不要他的嚴寬肯要不要三選 現在變成在考量 所以先前是傳出 叫他女兒 顏利敏出來選 可是後面國民黨的中市黨部主委又說 嚴清標還在考慮 未必是我嚴家選 因為這場戰如果是拉到 全國新的總動員 嚴家如果在這個時候敗了 他們就一蹶不振 所以嚴家的壓力也變得非常非常大 好我先請教易福 這一次四大公投可能就直接藍綠直球對決了嗎 因為你看今天蔡英文的說法 剛才創下也解釋過 說明 但是你看他對四個公投的說法 他說美株是國民黨主黨走向國際 公投是2018年選物亂象 國民黨故技從事 談到三階案是國民黨不關心環保 不在乎減碳 阻礙能源轉型 制造缺電缺口 核四他是講 國民黨利用公投重啟核四 是安全威力並沒有 你注意看 四個東西全部講國民黨 那意思是什麼 我就是要跟你國民黨開戰了 我國民黨開戰了 當然你可以看得出來 蔡英文就是營造 我執政黨跟你國民黨對壘 那在這一個情勢之下 當然我之前就說過 如果在這個情勢之下打熱的話 四分之一的那個門檻已經沒有意義了 就是誰要壓過誰的問題 就是誰的得票比較高 誰要壓過這個問題 但是蔡英文的講法 能不能喚起人民的認知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就26號他講話的前一天 不是就一份民調嗎 那份民調非常有趣 他有趣不在於做的機構不在於做 他把三個東西是做在一份民調 一個叫政黨支持度 一個是蔡英文聲望跟蘇貞昌的滿意度調查 另外一個就是四大公投 那國民黨的政黨支持度才16.2 民進黨27.1 蔡英文的聲望跟蘇貞昌的施政滿意度全部破五成 那民進黨夠強了吧 但是你回到公投上面來看的時候 反萊豬同意的68.1 高過國民黨支持度51.9% 那不同意的只有25.7 是低於民進黨的支持度 那換言之我支持民進黨 但有些人不支持民進黨的那個開放萊豬 那其他的案子 另外一個最典型的也是公投把大選 公投把大選的話 也有50幾% 公投把大選的同意是57.4 高過國民黨的政黨支持度41.2 那不同意的34.2 是只高過民進黨支持度7% 打藍綠對決有意義嗎 而且蔡英文的支持度沒有轉換成政策 政黨跟什麼都沒有 對他脫鉤了嘛 就是個人跟政策的支持度脫鉤了 那就出現了一個問題就是 綠營一直強打成一個政黨對決的時候 你從政黨 蘇貞昌蔡英文的聲望 到四大公投走向完全不一樣 那換言之 打藍綠對決 對民進黨來說一定有用嗎 那我問你喔 今天蔡英文站上第一線 會不會兩個禮拜 或者兩個月後的民調扭轉 剛剛講嘛 昨天的民調政策跟個人脫鉤嘛 而且脫了很大的鉤 那現在他站到第一線 他個人跟政策綁在一起 我覺得改變 你核四這一塊本來就很逼近嘛 核四這一塊我認為勝負難料 民進黨不一定輸 但是你在反萊豬跟公投 我們剛才談到說會不會三合一 節省社會資源 剛才談到這一句話 有可能 那公投為什麼不能綁大選 節省社會資源 也挺有道理的 對不對 如果你要這樣幹 我就反問你 那為什麼公投綁大選 節省社會資源你不要呢 對不對 乾脆以後地方首長的選舉 跟總統立委 大家一起選 對啊 為什麼社會資源 你這個可以節省社會資源 三個綁在一起 那一個不能節省社會資源 而且他講的一個是很奇怪的話 就是說2018年因為選務亂象 選務亂象是跟公投有關 還是跟行政有關 OK 好不好 你把這個東西變成了一個 人民去投公投綁大選 是錯的 因為選務會亂象 那選務是施政 那就回到一個 你中選會怎麼規劃的 那誰是主政者 是民進黨 怎麼會民進黨在規劃上面 行政上面的不對 去變成公投不對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話 而且藻礁一發起的時候 誰發起的 2020年6月誰發起的 潘中正 對啊 那個是國民黨嗎 到了2021年3月 比較距離期限的時候 那個連署書的問題的時候 國民黨下來幫忙 你看看 現在他也跟你說 那是國民黨的問題 所以 這些生態保育的團體 潘中正什麼都不是人 因為他講的都是國民黨 所以潘中正 去發起連署提案 公投提案 都不重要 好 那我問你 我個人的感覺 潘中正最後也不重要 現在兩邊對決 就是一邊動員 討厭國民黨 另外一邊動員 討厭民進黨 雙方在動員 看誰的討厭力量大 但是這是中間的兩邊 那中間那一部分 中間那一部分才是問題 那你從美豬上面來看 中間那一部分的人 決定了結果 因為你看 一個16.2的支持度 一個27.1的支持度 但是你反射在 這一個民調上面 他高達68點多是 反來豬的 那意思就是說 他也高過了 國民黨也高過了 民進黨的支持度 那你支持度 本來就是 已經選編了嘛 我是挺藍的 我是挺綠的選編了嘛 但是你看到那一個 特別不一樣 所以藍綠上面的對決 真的會影響這麼大嗎 真的會把這一些 當初不談藍綠 只談政策裡面 我要與不要的人 把他拉到兩邊去嗎 好 我同意 可能拉到兩邊去 但是那個比例 是多少的問題 那你這樣講 我也理解 有些人甚至可能 分裂投票 就是說在 反萊豬這個議題 他說不定贊成 但是反核式這個議題 他說不定也贊成 如果我進去投 我就是這樣 就是說四個選項 鐵粉可能四個同意 或者四個不同意 但是某些人可能 第一個同意 第二個不同意 第三個同意 第四個不同意 那個就是比較傾向於中間選民 對 有可能發生了 然後四個同意 四個不同意 那個比較偏向於兩側 對 比較會偏向於兩側嘛 所以到最後 到最後結果 對 那如果結果是2比2 或者3比1 或者4比0呢 因為國民黨 國民黨的提案人 反萊豬是林維州 OK 公共把大選是江啟成 這兩個案子是標準國民黨提案 如果這兩個過了 外再帶一個藻礁好了 那民進黨就慘敗了 因為國民黨要的都贏嘛 在外帶 民間團體公民團體發動的 我國民黨幫忙也贏了嘛 那你就是民進黨大敗嘛 民進黨大敗嘛 如果說是2比2 所以你怎麼定義民進黨大敗 但是低於2比2就算民進黨大敗 但是還有一個問題喔 我們都在討論過與不過的問題喔 我只反問一個問題 如果藻礁案 投出來民進黨贏了 是49比51 OK 那這個問題對民進黨來說是 才會真正麻煩的開始 為什麼 因為49點 49%從此離開民進黨 從此不挺民進黨 不是不就走的了嗎 那這49%才是民進黨未來最大的問題 你雖然過了 但是那個比例很近的話 那就完了 那民進黨的就更堪憂啊 所以這一個四大公投 變成2022的前哨戰 跟這一個2024的前哨戰了嘛 尤其是桃園嘛 桃園才是最大的關鍵嘛 你看他們第一站 為什麼要選到桃園嘛 第一個藻礁在桃園嘛 第二個現在的行政院院長 是蘇貞昌必須互盤嘛 那2018年10月8號 藻礁差異環平通過的時候 誰當行政院院長 賴清德 賴清德嘛 然後蔡英文現在站到第一線 四個不同意 所以所有民進黨的卡司 通通都要去押政 因為通投輸的話 民進黨輸的話 蔡英文就進入後蔡英文時代 蔡英文講話 沒什麼人要理你了嘛 來我們先定義什麼叫民進黨輸 蔡英文今天的標準叫四個不同意哦 等於要贏四個 四個啊 那你定義的民進黨輸 蔡英文進入後蔡英文的時代 那個輸的定義是什麼 贏幾個輸幾個 我覺得兩個國民黨的都過 民進黨就輸了 如果再加藻礁再過的話 民進黨就是慘敗 所以你認為即便2比2都算民進黨輸 都算民進黨輸了 ok 因為你藻礁這一個案子 你是逼迫挺藻礁的人 以前是跟民進黨關係好 挺民進黨的離開了嘛 離開了嘛那你贏在哪裡 你雖然一代的政策 但是你的支持者離開了 你長期的支持者離開了 好那我再問你哦 那如果是這個樣子 總統保障任期啊 看起來是蘇貞昌的位置 比較危險啊 蘇貞昌的位置 對啊 我不是在唱衰蘇貞昌 我的意思是說 總統要有人負責嘛 那聽到他有任期保障嘛 最簡單的一件事情 呃 配合家園的政策 你一定跟蘇貞昌有關係嗎 嗯 蔡英文當選定的 嗯 蘇貞昌當時沒有任何職務啊 嗯 對不對 那萊豬 2020年8月28號 在總統府宣布 是蔡英文主導 對不起 現在院長是蘇貞昌 不是我知道 我知道 主導 主導的是蔡英文嘛 院長就是關鍵時刻 要當替死鬼的嘛 他最大 沒有他最大 什麼叫沙包 什麼叫墊背 但是你有一個 你出來選總統嗎 總統保障任期 最大的一個 最大的一個最大問題就是 你換掉蘇貞昌以後 誰來接 2022年選舉 依據民進黨或是國民黨過去執政 他的那個行政院院長在戰鬥上面 他必須會要善用資源 能打仗能幹什麼 嗯 現在看來能接這個位置的 難道陳建仁是這樣的人嗎 嗯 前副總統 他也不是一個領導統一夠強或是善用資源 幫忙民進黨打選戰的人啊 那問題是下一個能夠可以這樣打仗的 行政院院長在哪裡 真的要把鄭文燦拉上來嗎 鄭文燦他也要受傷耶 藻礁那個案子他也要受傷耶 那鄭文燦上來 大家只問你一句話 藻礁輸了你就離開桃園哦 那你也會受傷耶 那到底誰適合 好我們稍後回啦 歡迎回到您帶一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哦 中二選區的陳柏惟立委這一席哦 罷免過後藍綠直接開戰了 那今天哦 事實上哦朱立倫下了軍令狀 那蔡英文也下了軍令狀 我先請教小平議員 另外一個外界觀察的指標 是林長佐這一席的 這一個立委席次 公投跟林長佐綁在一起講的 公投綁大選 也是我們要送的時間 希望在12月18號 好我先講林長佐 林長佐算是萬華的羞辭啦 為什麼啊 因為呢 ETT Day做個民調 那個評分是0分到10分 立委八個立委 然後蔣萬最高是6分 然後第二名是何志偉 第三名是高嘉瑜 那其他隊有4點幾分平均啊 他2分 那他就是最爛的立委啊 這第一件 這民調決定 那公渡某什麼 我不談那個東西啊 那很無聊 好啊 那為什麼要罷免他 那為什麼他 我講個秘密給你聽好不好 今年3月我就要罷免他了 那個時候還沒有什麼 什麼環南市場的事件 那只有他支持萊豬進口 對不對 他當民進黨的側翼 光萊豬這一項 要罷免他的萬華中正的選民 27%啦 真的假的 真的有民調啊 那你現在連數多少%了 我現在送了三萬三千份啊 然後兩萬四千過嘛 我們給他三嘛 我相信 那周小平 我現在直接挑戰你一個議題 像尚義夫他們那種啊 他們都覺得你的 你在萬華 中正萬華的基礎 跟延青標在中二選區的基礎 不一樣 所以啊 他們很歡迎 你可以動員多少選票出來 應該這樣說 最後藍綠對決 動員選票 空軍體交給朱立倫 我陸軍跑跑腿就好了 好不好 真的啊 而且 所以你想要搭三合一變車 不是也不是這樣說 就是我簡單講就是 民意要我選我就選 黨一要我選我就選 不是 這個選舉不要強求啦 你知道 而且尊重每一個73席的 73分之一的民意 像中二我們就支持 我們就支持嘛 中正萬華還有青年公園 那邊有延青標 這邊有青年公園嘛 所以這邊的濃度是藍大於綠 那邊是綠大於藍 但加岩家以後就變成略大一點啦 老K加岩家啦 不是這個是基本分析 那這邊那麼密集 全台灣最密集在中正萬華嘛 那那邊農村海邊 動員比較困難 那麼大個區域 200多個投票所 那我們這邊也 我們這邊57個里 乘以34個也200多個啊 就是投票很方便啊 這個對林昌州 我覺得是挺不利的 我看法是這樣子 那你怎麼看四大公投的動員 好四大公投我跟你講 蔡英文這是笨道的家 我跟你講蔡英文為什麼 蔡英文的強項是什麼 我們國民黨不敢反共 他強項是叫台灣主體性對吧 兩岸吧 那這個內政跟民生 這是他的大弱項 而且喔 他中了 他中了 而且朱立倫是好心的 你很討厭蘇敦昌不好壞 那我們把你四大公投過 你就把蘇敦昌順次換掉 那不是要感謝朱立倫嗎 但我們不是為了他感謝啦 我們是為了要 因為要整個台灣好了 這是第一個 第二 你選擇一個最笨的方法 選擇內政對決 而且四個民調 萊豬早交公投幫大選合四 尤其萊豬啊 反萊豬60%耶 反萊豬裡面有四成的支持 是民進黨的支持者耶 你下這樣的動員力 他是身心靈分裂你知道嗎 民進黨支持者 你叫他怎麼辦 開票我們就知道 是不是68%的得票 他選這個是 我認為是天大天大 小英真的是選錯了的戰場 最後我要講柯文哲 柯文哲再不表態變植物人 他的檔很大 他檔有16 17% 所以柯文哲在3Q的時候 選擇沒聲音 那在臨場所選擇 也沒聲音假設 在藍綠對決 火車對撞藍綠 你也沒聲音 就會邊緣了 所以柯文哲必須找他一個空間 明明他是一個關鍵的少數 他到島哪一邊哪一邊 會贏 那我們是希望藍白合作 建構一個非力平台 不管公共政策 不管罷免 不管2022不管總統 這是我的想法 好 彭向大哥 你怎麼觀察現在的變化 我比較傾向於您官的看法 為什麼呢 因為 我是什麼看法 我都不知道 都忘了 你就說 對不對 你就說藍綠對決 蔡英文把這個公投 跟他自己綁在一起 這不一樣 為什麼我跟各位講 說不一樣在哪裡 第一個 你看這個四個公投 我們現在講 有哪一個人能夠把四個公投 講清楚的 沒有 到最後怎麼樣 最後就是任顏色 任顏色 這對民進黨就對了 為什麼呢 第一個我們說 兩邊來對決來講 國民黨哪一個政治人物 會對這四個公投 很在乎的 除了朱立倫以外 對不對 有誰很在乎 大軍未動 兩草先行 你要辦一千多場 你不要騙我 我告訴你 我在國民黨也幹過 親民黨 我當組織部的副主任 對不對 以前 這個 這個 連 連送 選辦以後 總農府前面 啊 多大場合啊 我跟各位講 我是現場負責人 你要知道 要動員多少的物質 要花多少錢 要如何維持場面 大家看羅志強好了 你看他能維持多久 賣笑啦 而且一千多場 你國民黨從哪裡拿錢出來啊 各地諸侯都講 吉來 你吉不來 我要幫你辦場子 啊 這個場子對有什麼好處 公投呢 地方上面 說實在啦 一般老百姓 沒有真的這麼在乎 今天只有我們在這裡 啊 又是民調又什麼什麼 一般老百姓 對這個 很遙遠 但是 一旦到燃利公投的時候 不一樣 民進黨只要掌握行政資源嘛 對不對 所以他每一場 你放心好了 民進黨的那個動員力 不要小看他嘛 對不對 你說這個 陳柏惟 朱立倫好意思啊 這哪是你的功勞啊 完全是 這個原家跟 台中地方派系嘛 對不對 而且當初 啊 是誰當黨主席 所以你不要 不要在那邊 自己在那邊 那個 這個四大公投 也是一樣 他現在叫的 調子很高 嗯 你沒有錢出來 地方上 沒有人給你動了 嗯 這很 很那個 第二個問題 好 民進黨現在 蔡英文殺到第一線 我就好奇 一個月後 民調是什麼 對 就是 昨天的民調 是沒有贏面的嘛 那蔡英文 殺到第一線 然後這個蘇貞昌 賴清德 鄭文燦 排排站 然後去做羅秀 現在聽說 一百賞 公投 這個民黨的政治明星 通通都要去開獎 然後通通都要去溝通 民進黨 看你一個月後會是什麼數字 因為這一場公投 最急的是誰 民進黨 嗯 因為陳柏惟顯敗了 嗯 所以民進黨 人人自危 嗯 所以人人自危的結果 人人都會出力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第一個挺台灣加入聯合國 那外界觀察 這未來國際政治的攻防 那另外一個核心 在台灣 事實上半導體電動車 科技產業 台灣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昨天事實上 張中某董事長在玉山科技論壇 他都直接講 台積電是兵家必爭 美國半導體的在地化 事實上很難成功 那我請教趙立 台股這幾天固然亮縮整理 那撐在一萬七 可是撐盤最重要的核心 還是幾個題材 半導體 元宇宙 電動車 那仍然是未來長線的熱門題材 對沒錯 我想目前來講 其實指數的部分 你可以發現 大概就是低檔上來之後 大概在一萬七千點 這個地方進行整理 那當然我個人覺得 我先講結論 結論的部分就是說 以目前來講的話 稍微時間看一個月的話 一萬七千五百點 那附近壓力是大的 可是因為目前 年限它還是往上揚 所以它底部的資深 也陸續的墊高 大概在一萬六千三百點附近 那最主要是因為 其實最近 稍微台股有反彈 就是這一波的反彈 那最主要有幾個因素 第一個就是美股公布的財報 其實由於市場預期的來得多 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國的道雄創高 NASDA 其實也相對強勢 也接近新高的一個附近 所以財報的利多 讓這些的指數 在這個地方 還有震盪走高 那台灣電子股 事實上 最近也很多財報 聯發科跟今天聯電都有財報 對沒錯 我想等一下我在針對財報的部分 來跟大家做說明 我想財報有的 股價假如先反映 財報一公布反而不會漲 那假如沒有反映 像台積電 你像台積電來講的話 其實在法所有的前一天 其實那時候大家都不知道 結果公布了 獲利的數字跟漲望比較好 所以外資在財報公布了 隔一天就買 所以那一天 它出現了向上的一個 跳空缺口漲了5% 那目前大概台積電 在季限半年限年限之上 比大盤稍微強一點點 那另外的 聯電的一個部分來講的話 其實今天的一個法說 那我想市場 應該它的一個財報數字 會優於市場的一個預期 所以它今天 大家有沒有發現 股價來講 今天尾盤也拉起來 其實它也是站上 季限半年限之上 也比大盤稍微來的強一點點 那大盤能不能漲 就是說指數的空間會不會大 這兩檔股票要表態 另外的 像強勢股的部分 ABF宅板的部分還是缺 所以你看 當人氣慢慢的回來 就是說大家開始覺得 這個大盤比較穩健的時候 其實強勢股 有時候會持續的一個拉伸 那另外的IP的部分 也是相同的 其實這些股價 大概都呈現上攻的一個走勢 另外的光磊的部分 就是最近 剛剛林光有提到的 元宇宙的部分 其實最近也蠻強的 所以光磊的股價 也是呈現續創新高的一個走勢 那另外弱勢的部分 其實大家可以發現 最近的原物料不太漲 不管是美國的基礎建設 不管是油價 其實那 貨運的部分也是一樣 因為最近BDI跌了 所以最近散裝這種股價 就出現下跌 那新國的部分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你假如要操作生技股 尤其在解盲的前幾天 不要去買 因為解盲會不會過 我們不知道 萬一像這個 就是失敗的例子 就是跟基亞 這個沒過連跌5天 這個有可能還會跌 結果跟基亞之前一樣 解盲失敗 所以大家在操作生技的時候 解盲前幾天 千萬不要玩了 因為你不知道會不會過 風險比較大 另外的 因為半導體相對上來講 真的還是蠻重要的 所以你看一下我們的台積電 張松某的部分 其實他在兩年前就說過 台積電的地位會越來越重要 結果被他預料神準 被他料中了 那其實為什麼會越來越嚴重 其實你看 在1980年代的時候 美國半導體的部分 占全球的部分 比重大概40%附近 現在美國的半導體 只剩下20%以下 所以你就知道這一部分 當然台積電經驗 代工還有聯電 讓整個市值大幅的一個成長 那他也說 其實他有講一個重點 他認為目前看未來的 晶圓代工的部分 還是會持續缺貨 可是他有講一句 缺到什麼時候 他不知道 可是目前看起來還是很缺 我想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情形 另外的 那他的一個部分來講 就在N4P的一個部分 其實這是5奈米的一個改良版 那他有說 其實這一部分來講的話 5奈米原本的客戶很快速 要轉換的話 很快速可以到N4P的一個部分 所講對於他未來的營收展望 相對上來講 當然是樂觀的 另外的部分來講的話 其實最近很多的半導體大佬 紛紛對未來的展望 其實你可以發現 外資的部分 對半導體有些是真的偏空的 可是你不管從所謂的一個 台灣的這些大佬來看的話 其實對於半導體 相對都是正面的 你比如說 黃聰神說 明年還要價格繼續漲 其實基本上來講是沒有錯 就是說以目前市場的公司 對於未來 半導體代機源代工這一塊 真的產能要快開出來要2023 就後年 所以明年基本上來講 應該報價營收還要講 只是說股價有時候會提早反應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情形 那另外一塊來講的話 就是富邦集團的一個董事長 蔡明忠他認為 ESG 元宇宙 電動車等等 那當然最近來講的話 其實不管跟綠能有關 其實也不錯啦 元宇宙的部分 我個人覺得這個題材 其實有一點重新在 不要說炒作啦 操作啦 那不過我覺得因為有些籌碼真的安定 所以這些股票來講 短線上會有機會 可是電動車的部分 相對上來講的話 未來的展望真的是 看得比較好 那至於在聯發科 您心意的說法 一台車以後要用掉200克IC 所以電動車跟半導體產業 事實上都還有一個很長線的空間 其實我認為為什麼有的外資 看半導體這塊相對比較謹慎 因為他覺得NBPC或電視 正在下滑 對 可是重點來了 很多吐他的就是說 其實你都沒有看到燃油車 變成電動車 還有自駕車 那晶片有可能從50克到200克 那你看全球的市場這麼的大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所以看法會不太一樣 我想是這樣的一個邏輯啦 好 我們稍後回來 哈囉 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 唯一官方頻道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喔